房價是節節上漲 那麼內地的一線及二線 核心城市房價愈發 是變得高不可攀 那麼在這些城市打拼的年輕人 面對高房價也是望而卻步 只能夠選擇租房 那麼如今內地及香港的 租房市場如何 我們來看一看 在最新發佈的 中國城市租金排行榜上 其中針對內地42個 主要城市的房屋租金 進行統計對比發現 北京 上海 深圳 三大一線城市租金 遙遙領先 其中北京的平均租金 高達71.24元人民幣 也就是說在北京 租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 價格要超過7000元人民幣 但在其之後的第二梯隊 與一線三大城市差距極大 同時報告指出 中國的房屋租金回報週期 也遠比國際標準更長 房屋租金週期大多超過400個月 也就是33年以上 自去年下半年 香港樓價下滑以來 房屋租金也出現回落的態勢 據美聯物業資料顯示 自二月樓價略有回調後 租金又有所回升 針對內地香港租房市場 美聯物業住宅部 行政總裁布少銘表示 香港整體租房市場相對穩定 主要由於租金回報較為理想 香港租金回報是相對穩定 租金回報有3厘多 還有出租的空置率都是低的 但我瞭解到內地的市場 一般租金回報都是比較偏低的 甚至豪宅以我所知是1厘左右 就算中小營樓都是2厘左右 租金回報方面 香港的樓是的確是優勝於內地的 同時在過去的11年間 內地生來港就多的人數 也是增加了三倍 這就使得每到了暑期這樣的旺季 也就極大帶動了學校附近 像紅磚沙田這些區域的租房需求 亞太第一位是孫雪奇 旅仁青 香港報導 樓是一直是大家非常關心的一個問題 不過Harris我們有看到 最近這段時間一線城市 它的樓價是有所回落 開始有所緩解 但是這個租房的價格 好像也還是很高 而且比第二梯隊的這些城市 租金上面相差了一大截 那其實說這個一線城市 它還是有一個剛性的需求 它也要租房 所以您覺得在短期之內 是不是它這個租金也不會降下來了呢 我覺得降下來的機會 相對來說是比較小 因為一線城市 其實買房 炒樓都好 地點是最關鍵的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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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地點 如果是在大城市 人流比較多 比較旺的城市 那些幹活的人 在那邊工作的人還是需要有住的地方 他們肯定要找一個地方 如果買不起來肯定要租 那所以那些租金跌不下來是很正常的 未來方面甚至服務有可能 如果人口密度還是不斷不斷地增加了 租金還是會有上漲的機會還是有的 關鍵是如果房價再往上漲的話 那那個租金壓力肯定會再往上升的機會 也會比較大一點 因為那個業主買了一套房 他肯定也希望有一定水平的那個 那個回報率的 所以那個很經常也很集結的問題 大城市肯定有 小城市或二三線城市 我覺得那個要看那個 關鍵要看那個城市的那個發展 如果他們的發展很快的話 需要的需要很大 另外我們來說 因為在之前大家非常關心的 就是華為要搬離這個深圳 可見這個深圳的樓價是有多高 它的成本是有多高 那你覺得對於這樣的一線城市來說 它還會有一個下降的空間嗎 其實不是所有大公司都馬上搬走的 是因為要搬的話都挺大動作的 因為要把所有機器 所有那些office或者那個工廠要搬走了 其實挺大的動作 那如果說既然要這麼大的動作 還是要搬離深圳的話 可見這個深圳的成本有多高了 所以如果連華為這樣的企業 都已經頂不住的話 那其他這些中小企業 可能這個困境就更加的嚴重 其實華為一般來說 據我所認識的 它對員工是挺好的 它也挺體諒員工 比如說他們的租金太貴 如果他們活的 真是那個消費太高的話 它搬走是可以理解的 但有的其他的那個機構 它的那個焦點不是放在 租金上面的那個問題 它可能焦點放在未來的發展 因為如果比如說旁邊 船是自己的那些同行的 有的時候有的交流比較方便一點 還有交通方面的配套 也是一個考慮的問題 所以華為可能 暫時來說 可能是一間獨立的那個 那個那個機構的事件 未來會不會有更多機構 會好像華為這樣做了 那一點要看一下了 因為我們說說這個租售比 因為在這個租售比方面 這個差距最大的就是廈門了 這個廈門好像要平均要63年 才可以拿回它的成本 能不能說現在廈門的實體經濟 其實可能要支撐它的這個租金之後 還是比較困難呢 你怎麼來看這個廈門的問題 其實如果要63年 據我所知到內地的那個買了樓 都是70年的那個樓期 都是70年的那個使用期 那等於就是幾乎都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63年有點高了 有點過分了 但在那個福建那邊 其實大家對於買樓 都是比較喜歡的 我覺得未來方面 那些業主或者那些投資者 他們本身買這麼貴的房子 還收了這麼小的租金 為什麼他還願意 就是看好未來那個房價方面 還有上漲的那個機會 那種機會方面 我覺得內地方面暫時來說 中國人還喜歡買房的 關鍵就是什麼地方去買房而已 所以我覺得他們這麼貴 還願意買了還是有理由的 還是有一個傳統的觀念在裡面 意識是改變不了 但我們再來說這個香港方面 原來香港方面現在樓價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這個好像租房的需求 也是一直在不斷上漲的 你怎麼來看香港的樓市 香港樓市方面我覺得 房價其實都是慢慢慢慢降下來 慢慢慢慢跌下來 未來方面我覺得 那種跌勢還是維持住的 但持續會不會跌很多 我覺得應該不會跌很多 很慢很慢的走勢 因為好多新房都蓋出來了 現在因為在尤其是新界地區 就是比較偏遠的地區 那些供應量很大 那些供應量大了 對於那些小家庭 或者剛剛結婚的那些朋友 他們可能不介意搬到 稍微遠一點去 然後再儲點錢 未來再買房那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房價 慢慢往下走的機會 還是稍微大一點點 但不會好像以前 好像2003年SARS那個時候 我覺得機會比較小一點 之前我說過大概跌 如果香港的房價 從高位跌30%左右 我覺得是應該的 所以未來方面 我還是維持住這個看法 那個現在暫時來說 都跌了10%到15%了 其實看地區 有的地區都要15% 有的地區10% 看未來方面 我還是覺得 會跌的機會比較大 好 謝謝Harris的關鍵